第一次見到鄭端覺得是一個非常 跳舞非常棒的一個男生 那現在的印象就是一個很喜歡撒嬌 然後對他最近在減肥 對自己身材管理非常注重的這樣的一個男生 初印象有點久了忘記了 但現印象是朱正廷 初印象的時候是一個 她的蘑菇頭現在變成了八寸 聽上去就覺得她是一個 因為剛見到她的時候她是一個蘑菇頭 我就對她那個頭髮的印象特別深刻 現在對她的印象也是因為她的頭髮 她頭髮現在是寸頭 我對她的頭髮印象也很深刻 但是無論怎麼樣 初印象和現印象都是對她的頭髮特別的有印象 第一次看到她覺得她是一個 沒有距離感的 然後現在的印象就是太沒有距離感的 對鄭婷的初印象是很帥 她跳舞很棒 現在印象其實後面發覺了她 其實唱歌也蠻好 這次旅行才發現她其實對旅行是很有規劃的 我覺得她對生活很精緻 初印象就是覺得她是一個很有氣場 然後很有八塊腹肌 然後特別霸氣的隊長 所以印象就覺得她很能滿 然後普通話特別不標準 然後有時候挺逗逼的 她在沒有來節目之前 其實就練習生的圈子 其實她特別出名 因為畢竟她有參加過其他的節目 然後其實我們當時是覺得 哇她要來會特別緊張 對她們就是覺得 哇長得很好看 然後實力又很強 然後現印象呢 其實會發現其實她私下特別暖心 其實她別人不知道的情況下 其實她自己私下會 不管是跟我們聯繫還怎麼樣 其實會特別關心我 我啦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樣 反正她特別關心我 而且現在我們也一年了 所以我們大家感情越來越好 其實更多的就是已經像一個家人了已經 最大的反差就是她這個畫 最大的反差就是她這個畫 一開始就是看上去比較高冷吧 但是越接觸到後面 越覺得她是一個畫非常多的人 她私底下其實蠻嗨的 一直都挺熟的 就沒有不熟過 其實因為鄭妮她其實是對我們大哥嘛 她其實感覺像是一個特別嚴肅的人 她其實自己像是一個特別愛撒嬌 然後特別需要別人照顧的一個大哥 我覺得是 她畫一個 不熟悉的時候總覺得她是不是有點高冷 她熟悉的時候覺得她其實挺大大咧咧的 而且其實對朋友特別好 她經常會叫你吃東西啊 然後她知道比如說你最近長痘的或者什麼 她會帶一些東西給你 最大的反差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很霸氣 實際上特別的可愛 就是她跟我們互動的時候 手上的力量會越來越大 就是她跟我們手掛就是比較放開 然後跟我們一起玩 我真的嚇了一跳 我覺得團隊裡所有人都有可能剪村頭 但除了她是不可能的 但沒想到只有她剪了村頭 所以這一下還真的蠻嚇到我了 而且她在節目裡也非常的努力 也為此剪了這樣一個村頭 我覺得是從造型上有一個極大的突破 作為隊長我表示極大的肯定 感覺變MAN了我覺得 感覺越來越像 跟她的五百萬越來越像 就是有種神似的感覺 我覺得挺好的 我覺得比長髮要好看 我覺得她第一眼看到她那個村頭的照片 有點驚艷到羅頓 對比以前要怎麼說呢 就更像正庭了 你知道正庭正庭叫正庭 有感覺她剪了那村頭之後 我還看到她之後 我還蠻想的也去剪一個村頭的 我覺得很適合她 我很喜歡她剪村頭的樣子 我覺得挺好的 我第一眼看了就感覺特別清爽 然後特別硬朗 特別的乾淨 我覺得挺MAN的 然後看到不一樣的 還沒有風格 我跟你說 我就剪完村頭 不過我才發現其實 這種髮型之後她撐得起來 完美顏值365度 無私講 我覺得她最精緻的應該就是對待她的工作 對 照顧她 我也不知 哦 敷面膜 對 然後擦一些保養品 買買買 從泡澡到足膜 手膜 面膜 什麼膜都講過她 睡覺的時候 一給她吃啥就吃啥 她很明嘴 我能說嗎 真的她 其實我印象的 我其實都還好啦 就是印象最深刻 就是敷面膜吧 因為她平時我們去練舞啊 她就會經常會自己先敷個面膜 然後就一邊敷著面膜 一邊練舞 然後我就印象很滿深刻的 她很會保養皮膚 這一點我要跟她好好學習 平時 我總是看她在敷面膜 反正我臉上 我很多不太理解的東西 真正挺喜歡穿衣服的 去哪兒聊 穿得帅帅的 挺會保養自己的 就對自己挺好的 我覺得正挺是 正挺有怪癖 就是坐車的時候啊 她喜歡把腳 她腿特別軟 放在那個很高的地方 甚至她可以坐在車上 她另一條腿 直接踢在那個天花板上 她可以坐掉 因為她腿巨軟 而且她 隨時隨地都在壓腿 就坐在那兒 腿 擺一個這樣的姿勢 然後戴了很久 其實平常喜歡護膚 我去接著印象穿衣服 就是去她房間的時候 看到她廁所的那個 塑造台上擺的 平平罐罐 都是五眼六色的 各種物色 而且大家喜歡泡澡 都喜歡泡澡 然後還喜歡 那個球 那個泡澡的時候 要放那個球 還喜歡 邊泡澡邊放韵 她其實對她自己的 從上到下 就今天要穿什麼 她是特別有想法的一個人 還沒有 但是之前有過 一起出去玩 我記得之前到LA 好像有 跟她購物的時候吧 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沒有特別瘋狂 可能沒有看到 特別喜歡的東西 有過 出去LA的時候 有一起 那時候還沒有這麼嚴重 我沒有跟她一起購物 因為跟她購物 太可怕了 我就一般就是 跟她購物的時候 我就是在旁邊坐著 然後就看著她購物 所以我就 然後呢 後面我們一起選擇了網購 我沒有跟她一起購物 我當然 我有耳聞 就是關於她購物的一些狀況 我沒喝證 購物 但是 我聽說她 是 挺會買的 她是屬於 我覺得她屬於不亂買 就是她會買 她知道她這個東西 她 她應該買 她就買了 阻止她的衝動 倒是沒有 倒是跟她一起買 以前沒有 可是最近 發了一點工資 又跟她一起 購物 沒有耶 其實她購物的時候 其實她也很 她不是亂買 她是很清楚 知道她要幹嘛 就是 今天我來這個店 我就是要看什麼東西 有沒有 沒有 我就不太敢吃 我就暫時 暫時先 等她廚藝再有長進 再來吃 我還沒有吃過 沒 沒吃過好像 沒吃過她做的菜 就是因為我是看著正廷做菜 慢慢成長的嘛 因為我們已經參加了奇妙的吃光 那剛開始吃的時候 真的不會做菜 然後到後面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就現在到現在還是很厲害了 沒吃過 我沒吃過但我挺想吃她做菜的 沒吃過 挺期待的 聽說是挺好吃的 聽說是 灰點 好像是灰一點點 挺好吃的 是我覺得挺厲害的 挺佩服她的 好吃 可是好久沒吃到了 500萬 500萬 我只有看過500萬 福利 我喜歡 福利一點吧 因為500萬她真的 我這輩子沒有這麼活潑的狗 她太活潑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福利會好一點 小孩才做選擇 青年人都有 哇很難選 但我爆料 我經常給他們 給他們兩個在家裡面禪食 朱振廷有一天 她上樓 白天她說我去補個教 她就把她的狗給我了 我剛醒來 我說那我怎麼辦呢 我說這兩個狗我就牽著 一開始我覺得挺嗨 後面挺挺聽話的 這兩隻狗 但是就是喜歡隨地大小便 所以你就得幫他們處理 有一上午就在處理他們倆 一會她一個一會她一個 都喜歡嗎 都喜歡嗎 真是喜歡520萬 說實話我更喜歡福利 如果我兩個都喜歡 可是如果要說我比較喜歡 我會比較喜歡福利 朱振廷大家是比較喜歡福利 我只有看過500萬 都喜歡 說實話我覺得鎮廷兩隻狗都喜歡 我覺得她應該喜歡黑的 500萬 我能看出她很愛 但是她喜歡欺負他們兩個 她那種欺負就是什麼 這種 她平時也是那麼欺負我們的 她怎麼對我們 就怎麼對500萬無慮的我們 這麼感覺 那你覺得倒挺可愛的 她兩個都應該更喜歡我吧 真正今天是你的生日 希望在未來的路上 你能夠有更多更加好的音樂作品 也希望你的舞蹈能夠 越來越好 還有就是 減肥的同時注意身體 我們一起加油 真正祝你23歲生日快樂 然後祝你的演藝事業 更加的大紅大紫 然後那不先加油 希望你能夠越來越成熟 然後呢在事業上 然後也能有更高的突破 聽說你要辦生日會 然後呢希望你能在生日會上好好表現 然後跟粉絲們一起好好度過 然後跟你的珍珠他們一起 然後開心地度過每一天 身體健康 永遠是第一位開心最重要的兄弟 希望我們正庭長大了一歲 越來越來越棒 頭髮也越來越長 唱歌也越來越棒 跳舞也越來越棒 電影也演得特別的棒 我就希望他什麼都棒 希望他整個長大了一歲 能夠成為一個更有擔當的哥哥 朱正廷今年聽說是滿二三歲的 雖然說小五一歲 但是總感覺你比我想要生日很多 然後這一年我們其實一起 忙了很多事情 不知不覺 哇這個時間也不多了 所以我在這邊很開心地祝福你生日快樂 然後在滿滿的工作之餘 要多多照顧身體 然後我會在後面默默支持你 加油 在這裡呢祝我的好兄弟 祝人廷生日快樂 希望新的一年呢 你唱歌越來越好 跳舞也越來越好 希望你能做出更好的作品 然後加油 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又長大了一歲 然後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然後希望你會一直陪在你身邊 去陪你想做的事情 去勇闖你的夢想 然後希望你的八塊腹肌 永遠不要消失 祝你們的事 朱正廷 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一定要聽聽開心 跟我一樣 哈哈哈哈